早安新兵的嘉賓仍然都是要財政券的分析員李慧嫻Hannah Hannah 你好 Hannah 你好 先看看大肆的表現 見到恆指今日都是高開 現在升300點去到18801點 升了1.68% 其指方面升326點 低水55點去到18757點 國企指數方面升198點 升超過2% 暫時去到9782點 見到今天港股方面 跟隨星期五外圍做好 還有見到有不斷的利好消息 講到歐債危機可以得到舒緩 Hannah 會否見到 港股方面的情況 會否繼續上市某些高位呢 對 港股方面 近期來說消息都算是利好 第一方面 內地方面 見到通脹方面升到6.1% 都是符合市場預期 未有進一步擴大 而另一方面 就是在看中央方面的政策 在看未來方面 進一步收緊的空間 似乎不是太大 意味著整個內地方面的政策 進入了一個觀望期 現階段來說 在內地政策來說 沒有消息 其實某程度上 都算是一個好消息 再加上 再看歐洲方面 債務危機 可望有一個解決的衝勁 再加上 未來方面 在歐盟會議之前 其實市場都在觀望 未來方面 會有進一步一些 利好政策出台 這方面 都會利好港股方面 整個氣氛會做好一點 到現階段來說 整個港股方面 上網的空間 初步會擺放在 萬九點大關 你看回萬九點大關 一旦升破之後 其實接下來方面 可以進一步衝勁 上市一萬九千二百五十點 亦即時 說到五十天線的所在 當然 接下來 比較大的阻力位 會擺放在一萬九千五百點的大關 要升破了一萬九千五百點的大關 才可以判斷 這次來說 這個是上升 並非反彈 而是一個新的升浪開始 否則 看回一萬九千五百點 如果升不破的話 其實看回接下來 港股仍然有機會回市 就是二十天線和十天線的機會 另外 內地股市方面 今天稍為靠穩 上升總合指數 升不足一點 去到二千四百三十二點 護深三百指數方面 升兩點 去到二千六百五十六點 深淨城市方面 升十四點 暫時去到一萬零四百五十二點 三大指數 今天來講 升幅都比較細一點 都只是靠穩 其實會否見到上星期 內地公佈了一系列的經濟數據 接下來就會公佈 內地的經濟增長數字 市場會否期待這個數據 你看回星期二方面 將會公佈第三季的GDP增長 你看回市場對這個數字方面 看法都未必壞 做得太差 你說看回 預計都有機會 去到9%左右的增幅 當然你看回 接下來的數據 真的可以站在9%上 意味著 你看回早前來說 市場憂慮 中國方面有一個眼著綠的憂慮 似乎是一個過濾 這方面其實都會利好 內地方面的股價方面的走勢 當然我們看回 剛才都講過 現階段來講 整個內地的一個政策 都進入一個觀望期 預計回這一段時間 在十二月底之前 還未有一個太良好的政策出台 你看回內地股市方面 似乎都是維持一個有反彈 而沒有升幅的情況 要去到十二月底的一個 在中央的一個會議召開 你看回接下來 會不會真的有一些 放鬆銀根的一個政策 措施出台 才可以有機會 會帶動整個內地股市方面 展開一個聲勢 或者現階段來說 似乎都仍然是維持 一個是波幅市為主的 現階段 看回內地股指數方面 看回上證中指方面 看回現階段來說 比較強的是阻力位 會放在2500點左右 好 麻煩 另外 不如看藍籌股 開始的表現是怎樣 見到匯控方面 升一元去到六十四個七 中央凍跌兩毫布七十五個二 中央方面升五仙布兩個七毫三 公行升六仙布四個三毫一 建行升五仙去到五個一毫九 港交所升兩個九 報一百二十一個一 新地升過三去到一百零三個九 長實升一毫布九十四 中銀香港升四毫布十八個八毫四 國秀升兩毫布二十五毫半 中海油升四毫六 最新去到十三個七毫四 中石化升一毫三報七個三毫半 中銘升一毫布四元 中國海外升一毫四去到十三個七毫四 騰訊升九毫去到十三個七毫四 騰訊升九毫去到一百七十三個半 見到今天的市場來說 藍籌股股肚片都是做好的 匯控方面升超過百分之一 升九毫半去到六十四個九毫半 最高見過六十四個九毫半 就未能夠上衝到六十五元這個位置 但上一節我們也討論過 巴塞爾三協定 可能要提升五十幾間金融機構 一級資本充足比率 當中包括回控 要集資的壓力又大不大 匯豐方面 見到為了應付整體方面 巴塞爾三的一個要求 巴塞爾條約三 對銀行方面的資本要求 相對來說的確是比較嚴重 你看到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就是一級核心資本充足比率 其實要提升到7% 而看一些重大的銀行方面 即系統性的一些大銀行方面 甚至要額外要求 增加1至2.5%的資本 意味著匯豐方面 核心資本充足比率 最少要去到8%左右的水平 現階段來說 我們要看匯豐方面 即現階段的資本充足比 足夠應付巴塞爾的條約三 但我們要看有關的數據 都只不過是歷史的數據 又來近方面 萬一在希臘方面 債務真的需要作出比較大一個減值的話 現階段來說 匯豐的減值額 若果是25%左右 就在希臘債券方面 其實是未足以應付有關的一個規選 所以未來方面 都需要就希臘債券的規選 進行比較大規模的一個 大幅度的一個 說的是撇象 說的是撇象級別 應該都會去到50%至60%左右的水平 再加上除了希臘債券方面 需要作出比較大一個撇象之外 未來其實其他手持的一些債券 例如意大利或西班牙等的債券 都需要走回帳面值方面 作為貌格程度上的一個減值 所以有關的一個因素 都會削弱了匯豐方面 過資本充足比率 所以未來方面 不排除匯豐 都有一個雜資的需要 好 謝謝 見到今天股價表現都做得不錯 現在升一元的去到64.7元 其實會否見到要推高大市的話 行指未來持續升勢 匯豐都會被人推高股價表現 這次來講匯豐方面 似乎看整個大市的升浪 最主要推高大市 主要都是由一些耐人股為主 匯豐只不過是一個協助的作用 現一段匯豐升到 你會去挨近64元至65元的水平 你會看技術上已經受制於50天線 你會看要升破50天線 才可以進一步上網 挨近67元的前高 你會現階段匯豐的升勢 似乎差不多 看65元至67元的一個水平 已經是第一個是比較強的阻力 所以你會說 未來方面可否進一步上升 似乎都要看歐盟方面 對歐洲銀行業方面 即是援助計劃 看會否有些利好新聞 就是推它上去 否則的話 用基本因素去分析的話 挨近65元至67元的水平 似乎已經是差不多了 好 謝謝Hannah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支有持有 好的 好 謝謝 稍後回來就是發達廣場的時間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就是204-6566 又或者是傳電郵給我們 和大家看看恒指最新 升近270點 去到18,771點 其指方面 升近346點 去到18,780點 國企指數 升近206點 暫時去到9796點 待會回來再見 明天 谢谢大家